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大学寝室自拍照被爬,眼神忧郁,纯天然颜值,没有整过容 迪丽热巴近些年发展不错,演技过关,且本人也没什么架子 参加综艺也能看出来,不拘谨十分干脆,力气也很大 穿着方面也没有什么包袱,冬天时会早早地穿上毛裤 即使工作人员阻止,热巴也会在裙子里穿上毛裤 因为真的是很怕冷想来,也是十分可爱了 前一段时间和高伟光合作,主演的三生三世枕上书也刚刚收官完结 虽然一开始,热巴的演技被不少网友抨击,尤其是妆容方面 觉得枕上书中的凤九,并没有桃花中的凤九可爱灵动 但到了后期,发现热巴的凤九越来越好看 对此也改变了不少网友对于枕上书的看法 其实,说真的一开始的滤镜确实有点奇怪 且妆容和服装方面,也并不是很好看 总给人一种十分敷衍的感觉 但到了后期,热巴的凤九妆容改了不少 服装方面虽没有大的改动,但也好了不少 尤其是阿兰若之梦中,热巴的阿兰若真的是太圈粉了 眼神,动作都让人十分惊艳 在枕上书收官后,迪丽热巴也没有营业 但心带也有不少 近期,迪丽热巴还更新过个人社交平台 透露了自己最近长胖了 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 但发出的照片也能让人看出来 虽热巴发的不是自己的照片 但发了是一张系不上裤子扣子的网络上的图 还配文最近,可见迪丽热巴宅家期间也长胖了一些 对于,迪丽热巴外界也总伴随着不少的声音 尤其是在得到了精英女神后,争议就更多了 甚至对于她的颜值也产生了质疑 对此,不少粉丝纷纷晒出热巴小时候的照片来反击 迪丽热巴从小美到大 这部,近期又有网友扒出来早年迪丽热巴大学时的照片 要说近些年迪丽热巴的早年照,可是被一巴再巴 从小时候的照片到上学时的合影,再到大学时的照片 早年上电视的采访等等,都被网友和粉丝扒了出来 这次网友又扒出了迪丽热巴大学时的照片 是在大学寝室拍的自拍照 那个时候的热巴十分非主流 也很符合当时那个时候拍照的风格 忧郁的眼神,颓废的画风 尤其是妆容方面也十分厚重 尤其是眼妆方面,格外的突出 满满的哥特风,但能让人认出这就是迪丽热巴 虽然妆容有些重,但热巴的五官非常突出 尤其是眼睛,真的是又大又亮 甚至还被网友说这在以前都是被拿来做头像的级别 想来很多90后都了解 当初能让人很多人当头像的,不是帅气的小哥哥 就是漂亮的小姐姐 可见对于热巴早年的照片,大家也都是很认可的 除此之外,不少网友在看过热巴的这组大学的自拍照后 觉得十分非主流,且也能看出热巴是纯天然的颜值 确实是没有变过脸,没有整过容 可见颜值是纯天然的 且看到自拍照,热巴身后的桌子上,摆了很多零食 可见迪丽热巴在大学时就是小吃货衣梅了 但这也能看出来,迪丽热巴确实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个颜值 从来没有改变过,即使是浓厚的妆容 也挡不住热巴的颜值,可见底子是真的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